南岳县代理县长陈世青和立委马文君 陪同副总统吴敦毅 拜访台湾艺术大道沿线的艺术家 并了解台湾艺术大道及九九封艺术生态园区两岸的进度 首帐抵戴于位于桑东里 台湾艺术大道旁的王仪姓美术轨 名雕塑家王仪姓陪同吴副总统于近三公顷 女于暗囊的园区中 欣赏百余界许许如生的雕塑作品 吴副总统对王仪姓已被艺术科班的出身 同身雕塑创作三十余年 不但农获日本地展三次殊荣 更受到欧美艺术界肯定与收藏 表达高度赞许 前文化部次长林坚廷 及习政院中办副执行长林俊吴 南同水利会长林根兴也全程陪同 水扣也到九九封下的平宁社区 造访艺术界齐老柯耀东 李古摩 天雕大师白昌仪和国策顾问林元朗 听取地方对九九封艺术生态园区 开发进度及发展的建言 吴副总统指示马力尾多家关系 要作为文化部与县府和地方的沟通桥梁 吴副总统也肯定运秀文化基建会 以企业力量发挥公寓精神 导造美术馆提供艺术家免费展出的平台 为南投县艺文界注入一股活水 并带头邻居社区共事 将传统农村打造成全台独一的艺术社区 相当难伦可贵 吴副总统听取西府文化局长刘朽中说明 也只是聆听艺术家们的意见 他对艺术家选择风景修丽的 草屯镇南普里 平林里及雙东里等地进驻 作为创作产域表达肯定之意 并希望吸引更多艺术家进驻成立工作室 凝聚出全台唯一的艺术聚落 打杀出可媲美巴萨容纳的台湾艺术大道 陈队县长也向吴副总统报告 2014台湾灯会进度 及企业赞助的概况 吴副总统对企业和民间社团 热烈赞助表达赞佩之意 并期使陈队县长代理幸福团队 克服困难全力以赴 让灯会在南投 绽放出灿烂耀眼的光芒